崭新大楼去年才刚落成 位在台北市中校东路 精华地段的新社区 屏数从30到70平 一户一梯梯 气派大门跟饭店市管理 吸引投资客抢先预定 不过2号凌晨一场小火警 却烧出了公共安全疑虑 新大楼新设备 照理来说应该最安全 其中有不少手购族 花了毕生积蓄买新房 结果消防设备却失灵 在破门进去之前 警报器是没有动作的 是因为那个装潢户 把警报器的 那个侦测器给拆除了 因为他在做装潢的部分 有住户私下透露 是看到楼下有消防车 才知道失火了 听听广播的话声音都很大声 在屋内的话可能 如果说他们内部装潢的隔音 再好一点的话 可能听到声音会比较小 但是目前是住户里面 家里面是没有影响 有广播但室内听不到 这样的理由 恐怕大部分住户都不能接受 中校无级总共105户 目前有25户已经入住 去年取得实用执照 消防安检也有通过 我们会针对现场住户的管理权人 去开单子 这现行改善通知单 践他在一个月的期限内 全部处理好 屋主只顾自己赶工 装潢新家 擅自把救命用的蒸烟器 全拆除了摆在一旁的柜子上 导致火灾时没有发挥作用 要是有更大的灾害 酿成伤亡 谁能负责 记得陈子芬张若瑜 台北报道